2.19 年代人生不救 後來,我們來看課本 我們現在繼續,這句優觀一切法不可修 第45月以來 45月以來這句,我們現在再補充一個 就是這個佛産冠密的佩貞相生都是德天經 那裡有一種悠保理百福言 阿越多就是佳光弥勒菩薩不修善定不斷煩惱 有這句話因為你們相閨就知道 這樣這句話你告訴我 因為阿越多是佳光弥勒菩薩 他沒修善定不斷煩惱 因為這個佳光弥勒菩薩不斷煩惱是主性如來的 本身不是修到佳光弥勒菩薩的問題 所以美麗菩薩 這個佳光弥勒菩薩跟他講這句話 阿是怎樣他就沒斷煩惱沒修善定 他會說味來粉 因為怎麼說佳光弥勒菩薩是二生 所以這個佳光弥勒菩薩是二生的性人 他已經拚了 拚到同學就開誤 因為佳光弥本來是一個替討的 替討債夫的孩子 他就優秀優情 所以佳光弥是二生 優秀優情是二生跟大生 譬如說今天這些大生一定要修就破壞了 這個叫做優秀優情 還分一個低減%%%%%%這樣 但是無修無情這個最上升就是佛醫生的 這是要說這樣 所以頭前這是說減出修 後面那是救經法 所以今天這點財法 剛才告訴大家是有修 無修今天我們不可能促進到未來最上升 所以佛道的大眾生修學 如果無修學是不能解答生死的 這個叫做八萬四千元來的是優秀優情 但是修學這個叫做減出五 但是當眾生一如來經過修學 正在一切發空 萬發一如煩惱就去破壞了 這是後面大 優秀優情是我們眾生的情大 但無修無情是後面大 所以無到無煩惱可斷、無生死可了 現在你就能了解 生死就是要煩惱 煩惱就是破壞 到那個時候你就自靈心地道明 這是在說這樣 不過我們今天是煩惱圍內裡 有很多煩惱要靜靜 但是你就知道這煩惱 不是真實的 真的煩惱會空 所以這裡是有一個差別的 那麼來 為什麼一定要倾合這十種煩? 天下什麼十種煩呢? 為什麼一定要了解說一切法無雄 一切法無替 一切法不可修 一切法無所有 一切法無真心 一切法空 一切法無性 一切法如煩 一切法如忙 一切法無分別 為什麼要受這十種? 為就要完成這個正心自的十種不同公諜 那麼這十種的不同公諜 來 就是這個個頭上 這個說 文戰佛 灰佛 誤佛 法中心不動這十種 這樣 但是一般的人 我告訴你都會動 聽到人家說不如法的心就動了 對不對? 聽到人家揮揚 否則心會動 這樣了解 但是為什麼動到不動 是怎麼樣呢? 主委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真正 不為主義求 我們都 願度眾生出國願 一個菩薩靈者在這個優秀的中間 看到眾生那個夢想 寫法去揮揚 苦心會痛 這是變成的 看到人生不對 心會痛 所以這個變成的心動 前禮拜有把我們分別這個 尊教和善教的這個問題 前禮拜有說 前禮拜有說 沒有說過 有喔 有說就好 因為一般的犯夫 都沒有這個什麼 沒有這個分別地 對啊 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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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什麼 所有的信用都叫做善法 每個人也尊教 屬於他們 眾生沒有分別地 眾生如果有分別地 就不會去慶祭說善佛 都能染一大桌 十太米都能尊小聲 喔 不會這樣啊 但是屬於四世的時候 有善教 有宗教 那些是不一樣的 但是沒有尊教啊 齁 這個呢 沒有尊教啊 尊教就是個亂法 所以這個叫做亂教 亂教 聽好嗎 也有我們舅來的外套 舅外的外套 聽不懂 但一般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看他在海中生死原生的艱苦 不知道有種叫做什麼 仙人的民宿舊 就是在身材的 今天你在凡夫宿舊裡 他就無分別心 無分別地 所以他都男男女 廣東宗舅舅 他才會說對得不對 像這個台威 美國台威這個 台威到我們裡面 舅死五十八的 他也說他宗舅 凡夫也說他宗舅 那個叫金理教 日本的金理教 他也把他宗舅宗舅 出的連輝也把他宗舅宗舅 屬西家都心事不正的宗舅 不過他害那麼多人 敢欺騙二十幾億 主委 心會痛 看著這犯夫的隊伍 看他這個匯別不夠 甚至有我們 舅舅裡面這個議員 就說主要政府來變天 變教 變法 所以這就是負責中的外道 他叫電音 也有外道的外道 外教的外道 主要這個道通 給他拆積去 主要這個論法三個 這個問題給他拆積去 主委 我跟你說 看著這下的中心心會痛 這是屬於這個隊伍 因為你如果沒有心痛 你不敢說 到底這對到不對 把中心分免好嗎 你就心痛才會去分免 但是我們怎麼不免痛 這句話就說不免痛 看中心是一個悲憤 夾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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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免痛 因為一切 台無中間主人有安排 不免痛 有時候我們是一個凡夫精 心會痛 這是必然的 聽不懂 所以有時候事情不可以完成 心很難苦 煩惱一大堆 就是說這事情比較不順 但是屬性的一切 讓無中台主人去安排 不過你一定要好好去助援 這個助援就是心痛了 我說你們應該聽不懂 不過你心痛也不好 要怎樣 所以這裏就是說 你若是躲在較固定 就是說什麼呢 完全正性是十種不同的風景 所以也就是為了菩薩行者 心如傳如正性 到不體傳的境界 二正直無形發音 甚至將來聽到 還要低到更加深 比說 低頭正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 第一這個正性主更加高 就是不體主 那麼這個法語上 你不免得再悠百人 跟你特別值得 頭正這個事情 你若改觀 那麼 醫生還說的 你就不會去動心 所以這個叫做正性主 正心就是心不動的意思 但是你一定要學那個 優惠法無惠法 到底是什麼 怎麼叫做優惠 怎麼叫做無惠 但是你一定要本身 大家那個最最最最的一個水準 這樣比較正確 那麼第七叫做不退主 為什麼是菩薩的不退主 不退主的菩薩 聽聞了十種的法 以後 信心堅固 不退主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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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現在的眾生是都不穩固 不穩固 真的不穩固 沒有那個福分 因為他去救法 到底去救什麼 他不了解 他今天為什麼是佛法 到底他應跟他不飄 跟他行程 怎麼樣 說一句不好意思 人家以前的佛法 的旁邊 還得主可以退四十九年 對佛法四十九年 佛法夠對 他夠對 佛法聽什麼 他說什麼 他都可以重視自己 但起碼 在道中 裡面 有利分數非常多 為什麼 因為他這麼黏著 這麼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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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聞不懂 就是他今天心臟所持的 問題 他關掉了 今天就是大聲不強化改革 他也變不了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要來聽 不是要聽什麼 不是用客觀的力量 不是為了要調法 他現在是要來聽法書 說的已經有效 他的意思是沒有 那有名其妙 我告訴你 這有夠害的害 就有法書講的法 來下他的意思 法書講的法 如果沒有下他的意思 他就要噴嚇了 他就跟他說這個叫做射手 但是他再跟他說 他更黏著一點 他就害了 他就沒有要聽下去了 他要吃軟飯 吃軟飯 不可以說 應該不是吃軟飯 他說 鐵要吃軟的就對了 可以這樣快樂 自由 他有法書要改革 這樣想好 我要吃什麼 我要做什麼 做什麼 那法書會改革 法書講 如果沒有善良 世間沒有善良 能夠找到 聽到嗎 不要學武 不要為人軍學武 不要好好受傷 他有地位 他可以改革這樣想好 我念十聲就 你先聽問 這個阿彌陀佛 你就來找他 我腳就要燙燙 燙燙燙 不太難看了 這是要掌摩重生 但是今天你重生 一方面 讓他發出海事 一方面 還是自己 沒有自棄 沒有骨棄 聽到沒有 你阿彌陀佛 你說你知 所以 怕辛辛苦 沒有要痛 沒有要 出財去追救 待法 所以你知道 你今天沒收 沒收 沒收 真的不行 有時候還要再追下去 提高 前面 給人家點名 我跟你說是真正的 你不收 哪有可能不退轉 但是今天重生 就是要吃軟的 沒要吃虛的 我跟你說你就聽了 一般就是這樣 你要注意 但是你現在 你是不是這種人 你現在自己說 我是不是吃軟 沒吃虛的 那種 萬一 輕輕收 最後不要收 我拜託就能夠改善 好 所以在裡面跟我說 這個 杜索是鐵釋佛提升 聽到齁 但是現在要跟我們說 我是信心堅固 不退伏提升 但是不退伏提升 這十種是什麼 第一 文憂佛 無佛 無佛 無佛法中 信不退轉 跟你說無佛高收 無佛高生 無佛高生 你要怎樣 跟無佛高生 我受不了 主委 你若是 因人率陸 因人率陸 因人率空 我說 我跟你們 再記住 你說哪有佛 實在無佛 哪有佛 沒有了 齁 所以 如果說 悠收悠正 你們又收不下去 如果說不用收 就不用收 就不用收 一塊空 就不用收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心提升了 哪有佛法 佛法是 我們佛道佛法的 你可知道嗎 我跟你聽到嗎 佛法是佛道佛法 我們怎麼叫佛法 佛法是 佛法心前 是看眾生去點論 不得意不說不可以 齁 我跟你就聽到嗎 阿眾生如果是 佛法是佛法 佛法 這是我們 世春佛法 我們聽到齁 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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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眾生去點論 佛法 佛法 俗世是沒有的 一切法 佛空 那麼這位 位是說 文佛法 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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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不出离 修行是出离还是不出离 吾佛法中心不退转 第六 问各期悠佛 过期无佛 吾佛法中心不退转 第七 问未来悠佛 未来无佛 吾佛法中心不退转 第八 问现在悠佛 现在无佛 吾佛法中心不退转 第九 问佛地悠情 佛地无情 吾佛法中心不退转 第十 问三世一乡 三世 非一乡 吾佛法中心不退转 为了成就这十种的境界功能 应该勤勉 学习 诡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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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道是无量 是怎么说一就是无量 无量就是一 这句话在腐法的名称中 另外一个名称就是一切叉叉叉叉 就是两种名称 但意思是代价修乡 那么血清一切一切 一切就是道 一切一切就是无量 那么这个一切这一都无量这一 这样代价修乡 如果是已经讨了过去有入心的人 那么这有的可能代价有哪知道 我说已经讨了有入心 因为一切就是万法 它就是说空力 那么你如果是讨讨到这个 你过去就有一个印象 那么这些改设就会有 所以这个就是表现为悦 也就是演为了 就是 publishing 或者这些 done 那么这个混账叉叉 passes 它跟十字一起就是万云 那就是什么一切 那么青廠当前 他说一切eleri rằng 是一切法 那就是 這個世間無量無所 現在穿一齊這樣 那麼多就是無量 無所的個體叫做多數 無所的個體 今天我們這裡國人有個個體 叫做很多個體 國人有你的生活 當然是我的生活不是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 所以國人有個體 這點要知道 這是很多個體 所以就是無量無所的個體 但是一位所的開始 你知道嗎 一比較有二 二比較有三 三九四五六十八九十 還有百千萬 那麼一齊又是從一開始的 所以一比較高興一齊 你的所持這點 絕對對於一生生氣 所持這點 那麼現象改一切法 和一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剛才說這個 這個一就是絕對 唯一就是唯一 就是絕對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在說 現象改一切法 和一有直接關係 因為唯一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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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唯一 有义法,有义法 所以义法是凉变 但是义法本身不变 要有连贯书位 连贯书位 那么他在佛中的意义太大 所以现在来看看这句义法 就是义法改,义真如 义法新,义真体 义是上义真法改 第一,义体 这个统统是说乌到的绝对空体 绝对心理,明相不一样 但是含这个义义相关 所以这个叫做义法改 发新,义体,义生 也叫做义法改 那么这个统统是说 我们人的义来中 在佛中的发新 就是乌到我们的义体 就是乌到我们的义体 我们知道 那么在明相所标的面 是乌到绝对的真理 但是绝对真理 一只乌义,乌义就是乌对胎 因为乌义就是乌对胎 所以这个乌义就是乌对胎 那么这个乌义就是乌对胎 这个就是乌乌解脱的力 这个统是乌公这些事情 要注意 统是乌公心 也就是乌公我们人的本 本就是本来的面膜 也就是乌公主人翁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乌义中 所以这个乌乌乌 它是乌乌乌的役性 所以佛教叫做乌公 也叫做乌公 注意这一点 但是乌公有附带乌公 但是其他乌公 是乌公 是乌公 一定没有讲到这个心 比如说,信用上帝叫乌公 但是上帝有失败 所以上帝的基督的圣经古语信用 就有讲到这个宪教 各位的宪教 但是佛教的得性 就是这个宗就是心的宫如来中 所以了义经就是宫如来中 了义经就是宫如来中 这个就是佛教的得性 佛教的得性就是原去本空 所以一切与原来所生 但是基本是空性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会出来 这个是个重点 唯就是说空如来中 这个不可以说佛教是教育 佛教不是宗教 佛所巴掌乱来 听不不 这乱来啦 乱讲一条 听不懂 那么这个就是说 有条十条的一条无义 无义就是无对台 那么如来中就是不变的真理是上 就是真如发心、发改、真体 就是中心的主性本心 但是这个心在凡夫叫做如来中 但是这个心就是有条万法的光灵 所以他说心心、发心 心就是唯一 发心就是无量 所以心心、发心一切法 就是那个道 所以世间的问题 或是说一切法 都总是由唯一的义 所行性的 那么这个义这道 义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了解 我们现在的义义 义在凌家经 义 所说的 义来中是先不先义 义天乡者一切处生 比如其余变天处处 自生无果必经生经 这样 因为这段话 我们不是有义来过 就说义来中 义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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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义来中 就是这个义来中 但是这个义来中 就是叫义来中 但是义来中 的义来中 現在這句如來宗就要說什麼 反覆是如來宗嘛 就是善不善因 就說你今天去做一切藥 未來成就一切薄 這個叫做藥 善有善薄 後去後薄 所以如來宗就是主體功能 因為你有藥社會關係 所以他可以幫你製作 製作什麼 這個一切是說禄酥 讓你生的地禄酥 因為你有藥社會 所以生的禄酥 所以這個是譬如什麼 其實就說生的禄酥 他可以變現 如來宗會給你變現 讓你地禄落 貴 畜生 人間 修羅 跟天上 這個叫做禄斗 禄酥 這個叫做變現主主 但是如來宗的主體 主性 不夠量 他必定是清醒的 但是他靈重 所重 都很多夾手都放在那裡 所以叫做如來宗 叫做煩惱中 也叫做在地如來 這句話是這個水平 意思是說 世間的一切是仙 是翁 是天壯 或是地禄 都總是唯一如來宗所變的 但是你若是沒有業績就不會變成 因爲心裡面會變成天壯地獄 就是你有天壯地獄 那若亞生裡面有天壯地獄的政治 這樣 所以他可以給你變出來 但是如來宗的時尚是空性 如來宗靈變 它已經沒有變 先知是某使師 是一切法 輪返 行北的主體 但是 他能變 但是他本身無變 祿認 他本身無變 但是如來宗 生如來中雄主不變 所以說清楚基義 他變無量 變分教 變拖子 變灰 那個姆叔叔是這樣 你們看吧 用給大家看 所以那個代表說 他變拖子 變分教 就是變什麼 變幽靜 但是他變有的是變灰的無情 如來中人變無情 人變幽靜 有的姆叔叔也變虎靜 變虎靜 變虎靜 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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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靈變 但是如來中也靈變 所以佈代書說 由不先天地無情分教 靈為萬物主不足數學調 有一個東西比天地還要走 比天地還要走 但是那個東西是無形狀 本來是積情 無形狀的東西 不過這個積情 積料 這個積情的東西 做萬物的主人 喔 不過他不會 萬物中間會按照素食雕像 不過他本身沒有雕像 之前變出來 山河大地 在幽形無形的 有生有別有雕像 人有雕像 萬會有雕像 心無雕像 但是他本身沒有雕像 這就是這樣 那是雕像雕像 那是雕像雕像 那麼 聖萬經說這樣 如來中理優為雄 如來中雄主不變 是故如來中 是意是仕事建立 世尊不理不脱、不理不思議的佛法 世尊端脱以外憂為法 依其建立者是如來宗 那麼這個意思是就是說這樣 如來宗是無性別的世相 無性別的世相 世家上是無性別嘛 所以無性別的世相 那麼這個是相 無性優位相 因為優位就是元氣叫做優位嘛 那麼這個建立一世相 所以優位相就是一世法 優秀一世法 所以如來宗無性一世法 所以現在在說是意是齊 齊就是說它還可以保持一世法進行 今天你中生的問題齁 出財你還有一個問題 你自己怎麼做它就幫你保持這樣 齁 生了一段時間還沒去 這個還沒去 這個還沒去 但是它沒變沒變 它沒去沒變 它是另外在一個世界還在生中 在一個新的世界還在生中 所以它沒簡單 是色色 原色的 不一定有不一定沒有 但是它沒有長 但是它是脫離 是脫離喔 脫離那個一切優位法 是它如來會脫離一切優位法 會脫離一切優位法 是它如來中所建立的 所以說如來中 是偏向一切無量眾生的力量 包括正部和乙部 正部和乙部 正部和乙部 這優位是環境 這是無量無所 它說就是一切道 所以這個道就是無量無所 這個名相 名跟相 因為有相就有名 應該大家知道這個 色的一切齁 色的一切就是相 可惜今天這眾生 為了解這個相 所以在無同的相 中間 比較入一個名 所以這個相 本來叫做一切法 但是會叫做一切 所以這個前些人 就跟我們說做一切 但是既然這個相 會發一切 但是這個名 不能叫做這個 所以名有哪個 這個名有哪個 齁 但是眾生幾點是 多性別 所以我們的感受 不論是順受到極受 都總結 所以這個十位 這個更加另外入這個名 叫做法教 叫做修教 齁 長三度變 八位度變 豬狼度變 那個叫做極 因為你的感受 不論是順受 極受都極受 所以我們在裡面說 一切一切 一切 無論相 相 相當無論 我們台灣有 兩千一百 現在差不多兩千一百 三十萬人口 兩千一百 三十萬人口 兩千一百 就是有兩千一百 三十萬的 這個不一樣的相 這樣 這樣 這要跟人相 就好了齁 千無感 的三口 台海無感的三口 就有無感的名 人兩千一百三十萬 有兩千一百三十萬 無感的生的名 但是有兩個小聲 不過 她的人最無感 名小聲 人無感 她吃 她無感的生我 就無感的生我 無感的生我 就無感的生我 就無感的生我 無感的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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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無感的生我 只能生我 只能說台灣生就好齁 所以這裏面 這裏面 叫做多 但是為這裏面 叫做多 就是一 這是到這裏面 說什麼 因為一切法是一一 齁 齁 就是如來中生 這裏面 這裏面有一句叫做萬華偉心 這裏心齁 就叫做這個 大家跟他講 齁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人的如來中 功能就是這個 但是有一切 譬如說我們今天 醫護體來跟他講 我們裏面有一切 那麼這裏面就是萬華偉色的色 現在這裏面是多說這個 要記住 我們人的生命圓相 為什麼比較圓相 但是我們的生命的主體 它是多種 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這裏面就是什麼 都總是這裏面 但是裏面 它的主體功能是這個 就是這個 基本的如來中 但是如來中 精華之後 它所變的 就是不是力士 是一個清精版 這個還有萬得萬用的東西 所以無如來中 是上 也還是無上 是幽 也還是不幽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無上 就是它跟你靈變 但是它本身是上 它不變 但是今天中心的心 就是因為你心聲發聲 你有這些心聲發聲的東西 你今天心聲發聲 所以這個清靜心 比較閉嘴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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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閉嘴閉嘴 但是閉嘴閉嘴 裡面不同的政治 變成今天你的環境 所以這個叫做萬華偉色 因為這個環境 如果是無經濟的話 你心會不會變這個環境 也不會變你這個 政府的政體 政府的政體 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 你如果沒有政策 就不會這樣 不會保 也不會把你變這個 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 政策 在對面 就是在這裡 就是我們裡面的小分變出來 這小分是沒看到 但是是無形 不過醫者可以變這個 變這個 又變這個 變一個 變補替這個 但你變醫ques 就都知道東西變出來 這才是優勢的小分 所以這句話 叫做萬華偉色 但是他自體公靈 就是心這樣 因為心 這個心 心的主體功能是說我們那個如來中的主體功能 但是你心也可以說這個心 因為你今天心裡面有涉色 這個涉色裡面有貪的經濟 那麼你差不多這個內心起現形都知道的東西 你如果是有青年心的經濟在你裡面 我自己說起現也差不多不安 你如果是有祖書心就差不多都知道的東西 所以你祖書心就變成一個祖書的孤單 我告訴你聽不懂 你如果是沒有祖書心 你有一個公大心量 那麼祖書你的經濟又不一樣 你如果夾那個就變你未來孤單的環境 真夾小的環境 那麼你若是心量放開 那麼那個就萬得萬量的功能 這就不一樣 也是心變的 所以這個叫做環境的環境 所以這個叫做環境的環境 所以最重要看你的心底怎麼去開放出來 不要夾的啦 不是為了你個人結識相 如果這樣的話 我自己告訴你 你將來那時候沒有什麼出處 我告訴你你就聽到了 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出處 你若是心量放大 那麼你放大到像虛空 你如果和佛尊應該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心量主大的人 萬得萬用萬得重量 那麼你心量主夾的人 可能這個無間地獎人來 還有一個地獎中跟你苦塑 或是很艱苦 這個會變這樣出來 所以一定要注意 你心量要怎麼去開放 你心量要夾的 或是自己理中來 怎麼去收褲埔 這些反應 為心到反應為食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句說 倒極他就說什麼 一切都依如來中有生 依如來中的均衡來生存 這個世間煩 世間煩我告訴你 大隻吃小隻的 大魚吃小魚 這個在這個生態問題 好 矮هم有一個金錢問題 你要了解 這裡是什麼原因 延長 linen 主要來為一切法 生命主要在公平 到底怎麼會變 對我來說 若不做到前面 絕對有一個投台 這個叫做禁形 人們怎麼做到做到理解 讓你本身已經 做生到冠冠 你絕對死 這個叫做禁形 這是比例 讓你選擇的無老 每個九經的完美就是復存 這個叫做禁形 要了解 生態裡面怎麼有一個禁形的主言 要注意 怎麼有一個禁形的主言 所以現在這個就是 宣明主在說 做一切法事業 國有別生 這個說 做的這個一切法 都不一樣的別生 有別生 但是有一個共同的性 這個共同性就是如來種 不可以說發生 現在他們這個就是 宣明主在說一切法 是宣明主在說一切法 所以一切法的中心有一個共同性 那個如來種 這是他們說的 在他們說的 但是如來種是空性 如來種是空性 所以一切法當然有那一空性 就是元氣本空 有性別的東西是餐了 應該說是沒有性別 但是普遍在世間法裡面是有性別 但是用這個基本的尊敬的真理是沒有性別 所以它叫做主法本主立法 這樣不知道聽下去 沒有我不知道 所以說一切法本主立法 本來沒有性別 但是屬上是有度限 這些在反乎為世間法是有性別 但是基本的這個空力應該是沒有性別 所以這切法當然有那是空性 所以叫做主要接近 希望大家聽下去 聽下去就比較挖於 這個無為的空力 這個是了義法 我們知道 在上個稍微 萬一位一切主法上 是在一切主法上 雖然一切法 現種中不一樣的這個差別上 但是一切上的基本上 就是那個本體就沒有適合的差別 你的本性跟我本性沒有兩幽 所以叫做平定 聽說不 反乎跟性人沒有兩幽 白到五這樣而已 有差別是白到五 本來一切通關 一切通關 那麼這是沒有適合的差別 所以種種的這個法 雖然有對待 但是主法的共同體上是沒有對待 他沒有對待就是絕對嘛 所以絕對就是一這樣 這樣看有 看有就要認同 日期上看有就要認同 所以一就是空性 那麼多就是一切法 當然就是有空性 你來自反乎 他說是說有性 但是出色裡面說沒有性 所以不敢說 煩惱也是抱怒 因為煩惱會空 抱怒會空 抱怒會空 所以佛法中 有跟我們說 沒有南乳上 沒有三幽上 沒有五丁上 因為南乳上空 三幽上也空上 所以十上基本都是空上 所以十上基本都是空上 聽到嗎 但是十上就倒了 不過它的基本是空上 所以我們都說一空一切空 萬反如如貼 你的性虎是如貼 但我的性虎也如貼 所以眾生改如如之貼 所以空家改中倒 這句就是在中觀論就說這樣 齁 所以說到這個一 真正就是一 就是有一個基本的這個一 齁 甚至又是無性別 那麼第二 第三我們來講 就是文遂有義 第四就是義遂有文 這點齁 注意看 這個文和義 三個文嘛 第四就是義 文義在法明文論裡面 所以就說到心不相應 法中 有一個叫做明心 顧心跟文心 這樣 你們去看不懂 看不懂 我現在不知道 我希望這本 別法和八十幾基上 你們去沉入一下 因為衛生 你若是要沉入 對這本沉入 將來你比較好瞭解 因為別法 是在台鐵菩薩 這六大規法 都用來做別法而已 改成這個世情用的 所以你下去看 下去看才會知道 將來是說一個威勢 譬如說有機會 你來這個所在跟我們說 台性論 或是說其他這個 改成立經 如果有機會說 你若沒有對法一手 要聽才有哪聽不懂 因為這個都總是 什麼了義的 台性的經論 甚至又是威勢的 這個就是基本 所以你一定要這樣看 那麼這句名心 就是名義的主詞 比較來表達不一樣的名稱 因為有最多善 有最多名 所以這個名義中 有善 有名书 有哪有動詞的分辨 這兩句話 應該大家知道 名书和動詞的分辨 那麼這句 這句故心就是語言文字 那麼一句 比較叫做 兩句以上 比較可以表達意思 叫做故心 兩句以上就是 齁 一句兩句 所以在裡面 文字和寫作 就是句典和導典 這樣看有沒有齁 有時候一句就表達出來 所以那個句典就寫出來 有時候兩句三句 四句五句 比較表達出來 那麼這句就不一樣的句典和導典 齁 所以這句是個小孩 這樣齁 兩句以上 可以表達意思 叫做故心 這樣 那麼這個文心 就是說什麼 全片的文中 齁 就是精度的這個議員 才可以表達俗例 那麼這個叫做文心 這樣 所以這個裡面 這個文心齁 這個內容 含有一點 有時候一段 也叫做文心 兩段 三段 四段 為了要讓眾生 看得比較上色 好分大 那麼這個分幾段 都叫做文心 這樣 這在法律上就這樣 睡眠齁 所以說這內容 整天的文中 齁 哪是由 由 彈儀子 二生股 看 齁 這內容一句就是這樣 由 由 彈儀子 二生股 那麼 由 曲的子 由 曲的子 大 由 曲的子 演出 柳段 側來成為一片 弄 有很多種議 要注意這一堆 所以看 如何演用 但一句有何有句意 反而出 一個意思 含是一段意思 有些沒法 因為幾句的中間共同表現成為一段 但是這個一段表現的內容出來 所以看經驗出現 有時候兩句三句就知道 有時候一定要很多句 這樣才可以看出內容 就是在說什麼 所以一篇有篇的意 大有大意 篇有篇的意 古有古意 所以全篇的這個文章 才可以標達修理的一個意思 所以才叫做文章 所以有時候這個經文裡面有些第一章 講啥、第二章講啥、第三章講啥 但是這個章裡面還要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但是到後來做一個結論 原來這個文章裡面 第一章講啥、第二章講啥 統合起來這個結論就是要講啥 所以這看出來的人對頭要看到尾 要入心 如果沒有入心你看不出來 有時候 我講一個實在 有時候加破音樂就變了 破音樂就變了 這點要祝主意 我們這句文髓有誼 文髓有誼 文髓有誼是三回 現在要注意聽 我們所說的這個位 第一級 所寫的文章 所寫的文章 可以明顯標示 神條有誼 進行中心 中心文化之後 就正確的這個義益 文髓有誼 所以佛提經說這樣 說現益陵義、當益陵理 細肝陵義,出細肝陵理 離憶陵義、六仙陵理 獲得名義 那麼地匪名義 如是定名 還要注意看 現役 話說出來 或是文中下十方看得到 或是話說出來聽到 現時這條利益的 這個叫做義 但是當役 當時給人這條利益 這條利益和利利益 這有相關 既然在講這些話說到一大堆 但是因為主義不可以取得失益 這樣這條利益就根本沒有意思了 但是世間在世間講的法 這個叫做世間講法 那個義要講準 要有義 大堆不能亂七八糟 但是讓他可以取得出世間 在世間講的法義上 有一個真正義義 但是讓他受到世間 但是讓他受到世間 這個叫做義 但是說出來 他沒有義 他不能受 沒有義 這個就是定義 無人不順義 無人不順義 但是可以讓眾生在世間 同樣的法 讓他可以離惡 離開惡 離開惡就是離開煩惱 這樣叫做義 有義理的義 但是呢 說出來之後 可以立善 這樣叫做義 像他本身 立喪那個義 立喪那個義 立喪那個善 這樣叫做義 但是還有一段 這條真正福特 所以這個 是侃應到主導導他 福特 福特這個 福特這個是導他嘛 讓他 英雄教友 發心要導一個眾生 但是我不知道 你要導不導 我不知道 我才會這樣說 他們的大神菩薩德就是這樣 他一定要 鼻子相聞 你們發心發力 我現在不知道 主要記住了 主要記住了 主要跟這個神父 幫他當眾生的 你不要為了你個人受益 不求主要記住了 願道眾生出口園 這樣比較是福特的這個神聖 別人說 今天我託託的 託一些藝術就好了 那發心發不出來 這樣跟義就不一樣 但是 地匪比較明立 因為有地匪才可以福特 他說這個名字就是 文遂義 說出來的經 說出來 有的寫出來 寫著的這個文 可以含這個義父修相 就是有意義就對了 齁 那麼說出來的義文 文遂不可以天有法義 要注意這點 不論當經還是寫文中 必定要含這個法相用 含什麼法 含真理相用 是可順的法跟不可順的法 這樣而已 所以雖然文遂得顯卡 但是千萬不可以十五 互聯設定文遂 一定要含經 不可以含經到最多的法義 聽不懂 這樣叫做法律 你不可以說 你的說話就是不斷 你不可以偏差不斷 你不可以偏差 你不可以偏差 你自己偏差 像以前有一個 叫做什麼 三人鄉手 你不可以看到 那全部的設計 誰的設計 還要害死人 那有什麼 好學生也是不正宗 好學生你應該有人看到 說人家如果 心不悶悶悶悶悶 你不可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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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就是 參選當主席管理的 很偏差 你說 輕盈什麼 男女和愛情的事情 對社會也不可以 聽不懂 這屬性不可以 但是今天這個普段 文遂無疑 你今天在一個 修行學院中 你買三文中 來放生 所以 相對不 你要依然為主 現狀的報應 不太差 但是那個現狀的報應 是世間法 讓人心可以實際上 有因果 但是你一定要 寫在一個 未來的改革制度 但是 如果你沒有這個 心境 你不可能寫什麼 所以這個文遂 有疑 就是啥 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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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有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 事實說 如果要討論 附近相關的 所謂 你一定要 本身有侵犯 他可以 寫這個 否則不可以 因為他會 討論 好 你就算好 好